7月7号这个日子值得纪念啊 这个是抗日战争啊 中国的抗日战争爆发纪念日 今年是2022年 七七卢沟桥事变呢 这个事发生在1937年的7月7号 那距今呢已经是85年了 就是85年前的卢沟桥事变啊 就是那个是中国全面抗战的这个开始 打了八年到1945年 日本向盟军投降 那中国呢是属于战胜国 说抗战的事啊 这个内容太多啊 咱们只能简明额要的啊 说说这个七七卢沟桥事变 因为这是个纪念日嘛 三个重点 一个是时间 一个是地点 一个是关于人的 第一个时间点啊 这个有几个时间点呢 咱们可以说一下啊 很长一段时间啊 这个人们都有一个共识 说是中国是八年抗战 八年抗战是怎么算的呢 就是从1937年的 七七卢沟桥事变 那个时间点上算了 到1945年 这是正好是八年 还有一个算法呢 就是说中国实际上的抗战 不是1937年的7月7号才开始的 比这个还早 是1931年的918事变 从那个时候开始算 如果那么算的话呢 中国抗战是14年 918是国耻日啊 1931年的918事变之后 这个日本的关东军啊 这个很短一段时间 很短时间内啊 就占领了这个东北全境 完了又扶持了一个为满州国 还有一个时间点呢 需要注意一下啊 虽然我们说是七七卢沟桥事变 那个点上算呢 是全面抗战啊 开始 但是实际上中国啊 这个中国政府正式对日宣战啊 还不是1937年的7月7号 那是拖到了1941年的12月9号 1941年12月9号呢 正好是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啊 这个把美国给这个惹急了 美国就是参加了这个太平洋战争啊 那个偷袭珍珠港啊事件发生之后啊 这就是太平洋战争啊 就爆发了 美国参战啊 参加了这个反法西斯啊 这个阵营 美国对日宣战啊 中国呢 也随即啊 对日宣战 第二个呢 是这个地点啊 你看七七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在哪啊 在中国的河北省的晚平县 它呢 距离北平啊 很近啊 算是北平的一个郊区吧 北平呢 就是现在的北京啊 这个在大清朝的时候 他把这个地方呢 立为这个国都嘛 首都啊 政治中心 作为这个朝廷所在地的话呢 叫做北京 后来的话呢 这个清朝被推翻了嘛 但是北洋政府的时候呢 又把这个地方呢 定为这个首都啊 所以又叫北京 后来的话呢 中国的首都啊 迁到南 就改到南京了 改在南京社啊 改在南京社的时候呢 这个北京就不叫北京了 就叫北平 但是后来呢 这个北京再成为啊 这个首都之后呢 就又叫回到北京了 所以现在说呢 河北省 晚平县 什么这个北平附近的啊 那个卢沟桥 就是现在的北京郊区的 那个卢沟桥 当时呢 这个日本的这个驻军呢 在这个河北省有驻军啊 在这个晚平县附近有驻军啊 日本呢 日军呢 在那儿搞这个军事演习啊 这个实际上就是挑衅啊 他这个搞军事演习的话 他说丢了一个士兵 一个士兵不见了 他要进那个晚平城 晚平城里边去这个搜索 晚平城啊 谁在驻守呢 是宋哲元的那个29路军 29路军在那儿驻守 就拒绝了日军的那个屋里的要求 那日军的话呢 这个非常的豪横啊 他就这个攻打这个晚平城 那卢沟桥 卢沟桥事变啊 就这么爆发了 那士兵之后呢 这个短短的三个月啊 就是日军的话就全面占领了这个华北 华北地区 华北市首 现在在卢沟桥啊 还有一个抗日战争啊 纪念馆 这个纪念抗日战争爆发的那个地点 每年呢 都有一些相关的活动 有朋友这么说 如果我们领着小孩子啊 去看这个抗日战争纪念馆 去参观抗日战争纪念馆 小孩子会不会问这样的一个问题 这是哪啊 这是中国的境内 那为什么中日这个战争爆发在中国境内呢 中日两国交战为什么不在中国和日本交界的地方呢 你说中国和日本啊 是隔着一个海隔海相望 土壤不接壤 那孩子会问 为什么不在海上呢 对吧 那甲午战争都在海上啊 为什么这个抗日战争的这个爆发地 不在这个中日两国的交接地方 而是在中国的境内 这个怎么回答 这个给成年人呢 处理一个很大的难题 那这就说到了这个这个驻军啊 驻军的事呢 可以回溯到这个1900年啊 那个庚子那一年啊 八国联军怎么样这个啊 入侵北京 怎么样长驱之路啊 怎么样不到两万人啊 这个长驱之路的一直就这个这个 攻进了北京城 打着这个大清朝的这个这个朝廷的这些守军啊 狼狈逃窜 八国联军八个国家啊 总共才不到两万人 但是中国大清朝的那个时候啊 守军有多少啊 光守这个这个北京的啊 就十好几万二十万啊 再加上那个民团义和团啊 几十万啊 就是挡不住这个养强养炮 结果还是节节败退 那么在29路军 当时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中国的装备啊也是相当差 别看中国的人数多 当时的日军啊 住在这个华北地区啊 就是晚平城的那一带的话 数是多少啊 有说六千五的 有说八千四的 反正是不到一万人嘛 宋哲元的那个29路军的话 十万都多呀 但是呢装备非常差 那个时候呢 士兵的这个素质也不高 这个说一颗子弹相当于多少 一颗子弹相当于七斤半大米 所以你在平时训练的时候啊 都舍不得用那个子弹 打一颗子弹的话 七斤半大米 七斤半大米 什么概念啊 那个时候的穷也没什么油水 相当于一个人啊 一个礼拜的这个口粮呢 也就是一个子弹发出去 一个星期的口粮就没了 所以中国士兵都舍不得打这个子弹 那么一种艰困的条件下 你说这个士兵啊 怎么样能够得到完整的那种培训呢 那种训练呢 抗战后来的进行一段时间之后啊 这个美军不是参战了吗 美国的这个军事顾问啊 就这个指导中国军队 什么叫射击啊 什么叫封锁啊 中国的士兵还说这个点射呢 美国教官说拿起枪来 一扫射说这才叫射击 那中国士兵一看 这得多少子弹呢 所谓的弹如雨下啊 就是那么一个情形 所以中国内地还有一首歌 叫什么 我们都是神枪手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 为什么要强调 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敌人呢 中国的军队的装备相当的差 有一个数字啊 说中国的那个 这个抗战刚爆发的时候啊 就是全中国啊 这个75毫米以上的那个火炮啊 总共才有800多门 说重炮啊 还不到50门 48门 所以中国军队人数是多的啊 但是呢 这个装备差 战力呢 也相当的弱 不光是七七罗国桥事变啊 918事变的时候也是这样啊 当时日本的这个驻东北的那个关东军啊 也是不到两万人啊 一万多人 但是啊 东北军的话呢 是将近20万 就十倍于敌的这个这个军队人数啊 啊 战胜不了啊 这个日本的关东军 如果按照孙子兵法的话 实则为止了 那怎样呢 中国啊 虽然是一个大国 但是呢 那个时候又是个弱国 还是一个穷国 所以我们纪念这个七七卢国桥事变啊 啊 抗战全面爆发啊 有一个点值得我们去思考 就是什么呢 啊 以前邓小平说过的一句话 啊 落后就要挨打 这句话呢 不但印证了啊 什么918事变了啊 什么庚子赔款了啊 什么八国联军了 七七卢国桥事变了 仍然适合于啊 现在的这种情况啊 不管什么样的这个时代 不管是哪个时代 落后就要挨打